第2个月的《如说我问》 有15分钟节目 今次《几图》仍然和我们一起 《紀徒》很有興趣 有電影、編劇、有研究、影評 很多東西 總之有播音 很多飯飯都很精 不敢講 在女老師面前不敢講 其中有一飯我跟他學了很久了 就是講的 我們是否叫外太空人 叫UFO飛碟 星智文明 星智文明 我們曾經請了會長 阿悟姐 上來來談我少許介紹 最近在莫斯科有活動 先介紹一下 有什麼活動 國際活動來的 是 國際活動來的 是一個大型活動來的 是 師傅在剛剛 在這個時間 我們去了重慶 參加了一個叫做全球華人UFO大會的擴大會議 在國內 是 是 是 不是 那個已經有十年了 這個會議 這麼合法的 是 合法的 是在國內舉行的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了 已經舉行過很多次的 香港舉行過呢 香港也舉行過 這個全球華人UFO會 在香港註冊的 是 就是我們飛劫學會註冊 很多活動在香港 台灣和內地都會有舉行的 適逢是上個月 在重慶那裡舉辦了一個會接下去的一個展覽 就是羅茲威爾的一個 在中國大陸首次的一個叫做全面 是羅茲威爾的紀念館 UFO紀念館 他們找了很多資源 和中國合作的一個大型的展覽 但是羅茲威爾的奇妙呢 我們現在都不太明白 美國政府還沒有正式承認這個事 是 事實上是的 我知道是事實來的 但是為什麼不承認他呢 這個呢 我們這次在重慶那個展覽的開幕 展禮的時候 那個館長也來了 美國的館長也來了 他也說了這六十年以來的時候 是 六十年以來 七年開始 是民間和政府都一直在確立著的 因為民間就找到很多資料 如果你去到那個展覽館 你要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有很多很多 很實在的資料 而且他說他也有訪問過 有六百多個目擊者 這麼多年來的 都還可以做到很多紀錄 就是證明了 那一次這個不是政府現在的 那個叫做公開來講 就是說其實不是的 傳言的 那他有很多的證據在那裏 就是擺在眼前 但是就是 你的政府那個不承認的那個 你會看到 仍然很堅持不承認 那我想裡面牽涉到很多 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 宗教問題 或者很多很多敏感性的問題 我想最關鍵的就是 在這個事件裡面 裡面牽涉到很多那些叫做 堕落飛碟掉下來的那些殘骸的文物 那這些文物呢 可能到今時今日呢 極大部分都當作是一個軍事的秘密 是的 這個是最關鍵的 他用什麼東西來做的呢 是的 為什麼他經歷這麼長的旅程 仍然沒有燒到呢 那他這次也有一個 好像也有一個小風波的 在重慶搞這個紀念活動的時候 他有一些文物 就在海關那裏 當然了 想不到 那他要令到整個那個展覽 由6月原本開始 後來都改為7月才可以開始得到 哦 我們也有跟他說過 如果這個巡迴的那個展覽 來到香港那時候 他可不可以在香港再加一些 在內地的那個海關進不到 香港可以過得到 那個館長都答應了 一定有 一定得的 因為他這60幾年的時候 他們這些資料豐富了很多 還有他有很多不同的展品 是很新的 哦 包括有些Hologram的 就是用一個叫激光的那種 就是那個全像的素描 就是把這個環境做出來 他這次也展覽不了 他覺得遺憾的 哦 所以我們在那個重慶的那個展覽那裏 就說第一就是有這個展覽活動的展開 第二就是做了有兩個大型的廣像 一個是華人的UFO 中港台的一個叫做 差不多每一次都會有一個講述 我們近這幾年的那種發展的一個回報 另外一部分就更加重要了 就是既有美國的有兩個 例如拉茲威爾的那個本長 他的一個講座 還有一個就是一直在美國 有拍很多飛碟的那些紀錄片的一個導演 他也有做一個講座 除了之外還有四個來自俄羅斯 有一個就是俄羅斯的那些叫做首批的太空人之一 這位盧先生 是 這個有故事了 要講講了 他們整班見到他上高 有一堆飛碟跟他同行 這個就是那個SALUT 那個叫做敬禮太空站 是啊 我們香港好像也做了敬禮太空站 是 那他就是在那個太空站的那個叫做執行工作的期間 其實總共就有超過二百多天的那個時期 就是有幾次有不同的譚人 是 遇到他們後來就把他的描述 就叫做天使的譚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天使呢 所謂天使的譚人好像總共有七個 哦 有拍到什麼嗎 他有拍到一些照片出來的 那他就是整個那個過程 那他最近呢 都有一部俄羅斯的電影 那香港都是做的叫做星空浩劫 香港都是今年做的 做過了嗎 香港有公映的應該是二月底的時候 過年期間的時候都有拍過的 俄羅斯是自己拍攝來的 都相當之不錯的 我想可能有些聽眾朋友呢 他在香港都有看過這個 不是幻想來的 不是幻想來的 他現在是一個戲劇的電影 但是呢 就將那個時期的那個經歷呢 就再講出來 嗯 那他這個是 他看到飛碟這些譚人呢 是其中一部份來的 因為呢 這宗呢 我想都有很多朋友呢 可能都有知道呢 因為那時候是一個國際新聞來的 是的 他曾經呢 就是當時呢 都是那個叫做蘇聯 嗯 就是他們呢 都曾經呢 就將他們拿到一些資料 包括一些照片 都有去被凡帝光去認證的 那凡帝光呢 他那時候他也提出了 他說 如果你說那個 這個世界上是有沒有天使的話 有其他人 是 有沒有天使 那樣的呢 那這個都可以 你可以將它當成其中一個證據 嗯 就是他沒有說一個很確實的答案 嗯 但是他也就是 就是這樣說 都是一種叫做認同了 嗯 他們那次的那個經驗 經驗 還有他 發表出來的那些證據呢 都 他都認為是 那個你可以將它對比 就是這個 他們天使教裡面所說的那些所謂天使 天使呢 其實呢 這個這個物體呢 就很多宗教都有的 在波斯的宗教裡面呢 有天使的 有家 在基督教的前身呢 的猶太教呢 就更加有天使了 是 那中國有沒有呢 中國都有的 他就叫做天使 是吧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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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仙呢 天仙呢 或者天仁呢 是啊 或者職女那些 職女呢 天仁呢 因為呢 有五種這個 這個 輪迴嘛 其中一種去到 就是天仁 天仁 阿修羅 阿修羅嘛 那是不是天仁呢 中國呢 就是另外一個說法 是啊 那麼 那麼 就是這個 非天 那麼它是不需要譯非天的 是啊 那叫阿修羅呢 就是在這個 潛粒 就是這個 解埔寨的一個地方 很多人呢 都去那個 那個窟 旅行 是那個 就見到那種 雕像 那些美女呢 就是叫阿修羅 是 惡神來的 是啊 是惡神來的 那麼他們都是天使者 是啊 西東方的天使 那麼它 那次俄羅斯他們那個 但是他在重慶的那個講座那裡呢 他不是就這樣 只是說一筆 他就是說他俄羅斯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 當時的太空計劃裡面呢 他的確是看到很多 就是天外呢 裡面呢 有很多 很值得 就是到今時今日呢 就當是非碟學 那樣東西呢 來去推動的 就是一種叫做科普的推動 科普來的 對 它當是科普來的 在國來一定要這些名字呢 對 那麼他也都呢 就有意大利的專家 就說原來呢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麥索里尼的家族 哦 麥索里尼很出名啊 是 原來他的家族都見過很多 很多 是 這些報告 那些報告呢 都寫了下來 那麼他們都答應了 可能呢 明年他都會來 離香港大約什麼時候呢 我想可能是明年十月 我們現在正在安排 你們的非碟學會 跟他聯絡了 是啊 那次呢 其實是 就是重慶的那個活動呢 他有一個最大的提及 就好像設官你剛才提的 就說呢 就是跟著來十月的那個時期 就在莫斯坡 這個下一個月了 是啊 現在就大約九月了 是啊 那麼下個月的 差不多月底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在莫斯坡那裡 就有一個都算是很大型 和很專門的一個 非碟學的一個學術的活動 嗯 那當時呢 他也都想做一個全球的簽署 嗯 有53個國家裡面 就是現在目前呢 他們預計呢 就有53個國家 希望呢 就是去到那53個國家 就是大家一起聯合 簽署 簽署了之後 那時候呢 就變成了一個共同的 一種叫做資訊的交流 的一個大的一個叫做合約 嗯 那麼我們香港呢 都是其中的一個叫做 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會邀請去做一個叫做簽署的其中一個部分 所以那個呢 整個那個行動呢 就是在90年代都試過一次 就在巴西那裡簽署 但是當時呢 就是三十幾個國家 現在當然是十幾個了 而且就是 其實他們那時候都覺得一個遺憾呢 就是內地啦 以及當時的蘇聯 沒有參加 都還沒有參加 但是這次呢 就是反而呢 就是兩個國家做主動的 哦 所以呢 這個呢 他們就立即 比如外國的那些 碧條豪妹的那些 全都很支持啦 因為覺得這個是一個 叫做大家資訊能通的 一個很好的 突破 第一步來的 第一個突破來的 嗯 在這個莫斯科舉行 是 那麼香港代表隊 有沒有派人去呢 目前呢 我們會長呢 阿Moon呢 他不去不行啦 是一定要去 他一定去啦 那麼他呢 就會應該呢 那十五個時間呢 就同步一齊呢 就是去莫斯科那裏呢 嗯 參加這個活動 嗯 許以前 許以後呢 要請他上來這個節目呢 是 跟我們講一下 是 我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只管你講過 那時候已經開始冷了 是啊 十一 十一 十月尾呢 是 相當冷 不是冷 是相當冷 我想就有雪紛飛了 是啊 不過呢 在室內呢 是 在莫斯科呢 都可以有暖氣 是 那 都頂得順的 阿Moon都頂得順的 是 但是呢 真的有一個大突破呢 就對 飛碟學 是 飛碟現在是一個學問來的 是 而且在內地裡面來說 他都很注重 因為他最主要是 他就是認為 如果你把整個飛碟學裡面的那些學問呢 是用科學化 以及有系統化的那些東西 來把它處理的話呢 也都用一種有教育味道 有的有的 用一種科普的形式一來推動 是相當之好的 其實我們香港也是這樣來推動 不再神秘了 是啊 而且引起了另外一種 帶起的科學的研究 那是好事來的 是啊 那麽多謝阿紀圖跟我們分享了這兩個消息 是 講了這個 動畫 動畫的 動畫囊的歷史 是 又講了那個 新的星似文明的東西 星似文明的消息 我們下個星期 再找一些朋友上來聊一下 好嗎 多謝 多謝 拜拜